历史世界频道 耶路撒冷 唐朝时期的警教徒曾根据叙利亚语一座乌鲤尼失联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一座城市 以色列实际控制全城并将其视为本国首都 而联合国观察员巴勒斯坦国认为其东部为该国首都 古代欧洲人将该城市为世界的中心 耶路撒冷位于地中海和死海之间是史前的全球宗教重镇 也是完整保留亚伯拉罕诸交信仰文明眼镜史的一个城市 耶路撒冷同时是亚伯拉罕诸交或称三大天启宗教以及一神论的圣地 自公元前十世纪索罗门王剑成第一圣殿起 耶路撒冷一直是犹太教信仰的中心和最神圣的城市 昔日圣殿的遗迹西墙仍是犹太教最神圣的所在 基督徒也相当重视耶路撒冷 因为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 伊斯兰教义将耶路撒冷列为卖家 麦德纳之后的第三圣地以纪念穆罕默德的夜行灯宵 并在圣殿山上建造两座清真寺 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来纪念这一事件 1950年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 此后以色列政府的所有部门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包括总统府和总理府 均设在耶路撒冷室内 当时耶路撒冷分为二部分 分别由以色列和约旦管理 只有西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 1967年6日战争后 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 1980年7月30日 以色列议会批准新法及基本法耶路撒冷 以色列首都 宣布耶路撒冷包括西耶路撒冷和东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 但联合国一第181号决议 认定耶路撒冷为独立政治主体 由联合国代管 以色列政府对当地并无统治权 因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国都的地位 并未得到国际承认 随后联合国颁布安全理事会第478号决议 14票赞成 0票反对 1票弃权 宣布 以色列基本法 中对于在耶路撒冷定都的相关规定 应受无效宣告 并要求各成员国必须从该市撤出外交代表 以为处分措施 但在478号决议 之前 大部分大使馆已设在以色列公认首都特拉维夫 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的少数国家中 大部分按照决议 下令将大使馆迁往特拉维夫 2006年8月16日和26日 最后两个在耶路撒冷市内设立大使馆的联合国成员国 哥斯大黎加和萨尔瓦多先后宣布将大使馆迁往特拉维夫 不过 在耶路撒冷郊外的梅瓦塞莱特西安 设有巴拉圭和波利维亚的大使馆 耶路撒冷市内设有美国和意大利的总领事馆 美国国会在1995年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耶路撒冷使馆案 其中参议院93票支持 无票反对 众议院374票支持 37票反对 提议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 但是根据美国宪法 国会并无干预外交政策的权利 故此项法案内容有违宪之嫌 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演讲 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且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计划 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 以色列控制了全部的耶路撒冷地区 包括西耶路撒冷和东耶路撒冷 以及老城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都声称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 犹太人 基督徒及穆斯林均相信此处是他们的宗教圣城 不过 两国的声称在国际社会上都没有得到广泛承认 一般认为该市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 有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协商谈判 多数国家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设在特拉维夫 今天耶路撒冷仍然是以巴冲突的中心 以色列现行政区划上设耶路撒冷区 面积652平方公里 只有一个分区 及耶路撒冷分区 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城市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 不同民族 社会不同阶层 同处一城 城市的东西两部分截然不同 发展水平悬殊 老城亚法门以西的西耶路撒冷 1967年以前属于以色列的市区 是现代以色列的核心地带 如果再继续向西属十公里 就是以特拉维夫为中心的古石 但区域 而老城及其东 北 南三面的东耶路撒冷 1967年后以色列占领的争议区域 则以阿拉伯人为主 最特别的地方是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 被一圈城墙所围绕的耶路撒冷老城 其中又分为四个宗教与种族聚居区 犹太区 基督徒区 亚美尼亚区和穆斯林区 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也引起重大争议的宗教圣地 均位于此处 犹太交的西墙和圣殿山 伊斯兰交的原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 以及基督教的圣母教堂和苦路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三大宗教的圣城 广义上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徒 占据世界人口的将近一半 耶路撒冷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最重要城市之一 耶路撒冷在三个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其他许多教小宗教团体 2000年耶路撒冷统计年间显示 耶路撒冷拥有1204座犹太会堂 158座教堂和73座清真寺 不过耶路撒冷既是宗教之间和平共存的港湾 也引起许多争论 特别是关于圣殿山 自从前十世纪 索罗门圣殿 第一圣殿 在耶路撒冷建成 耶路撒冷一直是犹太教信仰的中心和最神圣的城市 耶路撒冷对于犹太教的象征价值始终未变 被毁前的耶路撒冷圣殿内的至圣所藏有约柜 是犹太教最神圣的所在 只有大祭司一人才有资格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 而以色列全体南丁必须一年三次来到耶路撒冷 于月节 祝彭节和五旬节 过宗教节日 今天 全世界的犹太会堂祈祷时仍要面朝耶路撒冷 建筑如果可能也设计成朝向耶路撒冷 朝向至圣所所在的地方公元70年圣殿被罗马人移平 仅留下部分圣殿山西侧挡土墙 西墙作为第二圣殿的残疾 因此成为犹太教除圣殿山以外最神圣的地点 基督教尊敬耶路撒冷 不仅因为他在旧约中扮演的角色 更因为耶路撒冷是耶稣受难 埋葬和复活的地方 耶稣教导拜神要靠心灵和诚实 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根据福音书记载 耶稣在出生后不久就被带到耶路撒冷 耶稣12岁时就曾随父母上耶路撒冷守于月节 在他受难前又洁进圣殿 耶稣在耶路撒冷于月节期间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周 进入耶路撒冷耶稣最后晚餐的地址位于西安山 仅靠大魏王墓 耶路撒冷老城内还有苦路和苦路十四站 纪念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刑场 各个他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位于今天的圣母教堂 是老城内最重要的教堂和基督徒朝圣地 约翰福音只是说这地方位于耶路撒冷城外 但最近的考古证据显示各个他位于距离耶路撒冷就成城墙不远处 就在今天城市范围之内 耶路撒冷通常也被认为是伊斯兰交的第三大圣城 在卖家之前耶路撒冷就是穆斯林祷告的方向 在620年穆罕默德的夜行灯宵 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在一个夜里奇迹般的从卖家来到耶路撒冷圣殿山 升到天堂会见早先的先知们 之后耶路撒冷长期被穆斯林控制 古兰经17章一节记载穆罕默德夜行前往耶路撒冷的世纪 今日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二座清真寺都为纪念这一事件 在古兰经中提到的是阿克萨清真寺 而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夜行灯宵的灯宵时就在远顶清真寺 感谢你收听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